替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就是 吴京饰演的是一个杀手 然后呢 但是他爱上了片中一个警察 一个女警察 然后后来就改邪归正 然后讲的就是 邪恶 正义终究能战胜邪恶 但是 是他们两个的比较凄美的故事 因为他们最后并没有在一起 OK 所以其实这首歌也打入你的心 曾经心疼 对 是吗 好好唱 掌声欢迎邓宁的演唱 不相信人匆匆过 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 我只是个流着泪 走在那街上的陌生人 如今我对你来说 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 看见我走在雨里 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爱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 回着地球天草 只要曾经拥有 我是真的怎么想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爱情就像人生 不能不能从来 这些道理我多 可是真的拥有 叫我如何放得下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 万大地球天长 只要曾经拥有 只要曾经拥有 我是真的怎么想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爱情就像人生 不能从来 这些道理我多 可是真的面对 要我如何放得下 那您的演唱马上有请书巨老师小平 在唱这类比较有power的歌曲 或者说是唱法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压的紧度有了 但是它的整个的 就是宽广 就是你要又紧 那声音不能够太扁 太扁之后呢 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唱得很辛苦 那你今天的表演 我觉得在这个临界点之间 就是压使得它有力道 这个有做到 但是声音我觉得要小心 你再差一点的话 真的就已经太扁 扁到听觉上 就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了 好 马上来看看邓宁的分数 看看评审的给分 邓宁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曾被老师评为花招过多的邓宁 这次能以实力 让老师刮目相看吗 好 马上来看看邓宁的分数 看看评审的给分 邓宁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六十 七十 七十二 七十三分 小胖老师 你给的分数算 是 及格 刚刚及格 邓宁啊 其实你的唱功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选歌 对你的歌唱技巧来讲 我觉得你演唱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也有你的魅力 可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没有做足这个功课 哦 知道怎么选歌 其实这个待会私底下跟这个小胖老师请教一下 好不好 不过邓宁很可爱 他说这个最近心情有一点这个起伏不定 因为看到这个同班同学吴斌周旋在这个女同学之间 而且好像好几个女同学可以被他叫老婆老公这样叫 有点吃味 是不是 有了 有了 谁让他叫老公老婆啊 里面的女选手他都叫老婆 关键是那些女孩他都呆硬 这让我很不服 不服 你是觉得女同学没眼光了还是这个男同学疯了 比如余 余超颖跟胡琳 啊 对啊 我们就是开玩笑了互相叫夫人啊 哦 那胡琳 胡琳为什么愿意呢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叫我也叫夫人的 哦哦 没关系 吴斌这么吵 他曾经被台湾的建设司机赶下去过 因为他太爱讲话了 司机说下车 司机说要我吃安眠药就这样子 诶 台湾的建设司机是最吵的司机诶 通常都是我们嫌他们吵 没有说他在闲城客吵的 你的威力无穷啊 好不好 没关系 他都叫你就让他爷爷为小宝吧 好不好 也恭喜你生机 谢谢 接下来欢迎汪汪汪汪的题 汪汪今天要演唱的是哪一首歌 五月天的纯真 它是电影 《圣夏光年》 你那时候是因为张孝泉才去借这个DVD来看 因为我很喜欢张孝泉 然后以为是一个 《圣夏光年》就是一个清纯的恋爱故事 对 结果没想到看到了蛮多 蛮养眼的画面 是假的 里面有很多很养眼的画面啊 有张孝泉吗 有 就是 哇 那不是很好吗 正合你意 对 赚到了 赚到了是不是 对 不想还那DVD 难怪要五月天的阿兴 写了一首《纯真》 来稍微平衡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欢迎康康的演唱《纯真》 演唱《纯真》 长长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朋友 如果有期待 如果有期待 我想最好是不说 你总是微笑的 你总是不开口 时间被你掌握 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 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花光 在预言整 d款